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玩游戏罢了 说到高考啊 就不得不提一下作文了 比如今年上海的作文题 预测 小剑你看到这个题目第一反应啊 就是联想到了我们电竞圈的著名大佬 赌奶色 他对比赛结果的预测可以说是非常之准确啊 还有我们点六个冠军 老子来点好吧 这次我点给你们看 这种飞寒我都点不准 那我还个毛啊 老子点给你们看 这个太简单了 飞寒我点给你看啊 神组里面我先点一个 show time 第一个对吧 nature 重组一个是不是 两个了 serial 三个 snoot snoot 四个 对啊 常威 五个 常威还没出现呢 万一他选拔赛就挂了怎么办 选拔赛 常威怎么可能挂嘛 好 五个 再来一个 major 六个 不是啊 你忘了有逆布嘛 逆布绝必躲不了惯 逆布碰到那几个重组 碰到 nature serial snoot 都得死啊 不 这那个人有个都没躲惯怎么办 都没躲惯吗 算了呀 什么叫算了 你们哪有那么容易算了 你自己你自己妈找出来的事情你自己要点的 现在你妈的这些事情结束你就想算了 你补说一个补偿大家的办法 老子 叔叔 我跟你一起穿女装 你不要拉上我 你是你自己的 你妈的 你是不是现在想抛弃我 不是想抛弃你 是你自己说的 不是 你是不是要抛弃我 妈的要赌就一时多 不赌就算了 我不要 我不要 那你不要就算了 反正你妈的你这种 你这种你妈的把那个 谁说的星际脑男孩一条心 要赌我们三个就一起上 谁有门 如果觉得九阳应该跟我站一边的 打一一 这你妈 我们看有多少一一 来不来 看到没有 我们如果输了 老子就去买一套低马的衣服来穿上来 不 你不要 你先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好不好 不要慌 冷静一下 哎呀 哎呀 好了 大龙直接点掉 一个 两个 三个 吉吉 恭喜你博4比2 嘴巴睡觉吧 嘴巴你干嘛 我不想起来 你不要跟我说话 我现在 我这种自暴机器 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酒吗 有一瓶白酒 哎呀 我们回酒店去了 好了 哎 你不绝对躲不了关 你不碰到那几个虫子 我碰到Nature Serious Snoot都得死 输了 老子就去买一套低马的衣服来穿上来 而这次万众期待的Cosplay女装秀 终于在上周的一次线下星际比赛当中兑现了 我都每次只要请给大家拍一拳 好 好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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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拍吧 我不会打电话 这次这次也过来 我再拍一个 我先来拍一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最快被运了 我先来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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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拍一个 不管你们怎么想的 反正小姐姐 是再也不玩 守望先锋了 前一阵子 若峰为了支持 红鼻子公益节 不仅现唱葫芦娃 更是挑战了一次 24小时直播 为红鼻子节筹款 直播当中呢 曾经身为职业选手的若峰 在一场白银局当中 被交做人了 已经够耻辱的风队 竟然在直播当中 做出了一件 更耻辱的事 哇 完了兄弟 什么办法 伤口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峰峰 对不起胸有点小 美了生活 哈囉大家好 我來對線承諾啦 雖然那個 我明明是個籃子汗 我覺得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還是有胸的 哎呀不能漏點不能漏點 漏點不能漏點 你看見我的胸 胸肌 不不不 這不是胸肌 胸肚 不要垂眼于我的美色 不要垂眼于我的美色 我的美色 可不是一般的人 可以得到的哦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我再给你们20秒钟时间 多最后的欣赏 欣赏我美妙的同体 然后我就要走了哦 小疯疯 你看大疯疯就要来了哦 随着身体的一阵抽搐 视频变得索然无味 话说观众爸爸们 这几位女创大佬 如果有把枪背着你 跟她们发生关系 你会选谁呢 我选择死亡 在上期节目当中 马老师的歌喉 让很多同学们都为之倾倒 而德云色抬柱子之一的西卡 也对自己的歌喉很有自信 前几天恰逢西卡的生日 西卡邀请了一众好友 一起去唱K 看在西卡生日的份上 大家跟着小姐姐一起 听完这盛大的演唱会吧 在下坏中 你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 不来看你 不吻醉它感到 全球我站住前 你人的無可救票 我放滿了不掉 感覺笑得最亮 終於找到 心有靈犀的美好 一輩子亂亂都好 我永遠愛你到達 滾 你住在愛心的是誰 奔孤生的火火 團戰輪回只為乘坐 你笑你哭 你的動作 都是我的神經 珍惜你的對手 我心裡我背 我的生活 為你放棄自由 要為你左右 你是火 你是風 你是指望的火 破碎的煙味點 來做最後的美夢 你是火 你是風 你是天使的誘惑 讓我做煙味點 擁抱最後的美夢 讓我亂在快樂和感動 抱歉 抱歉 打擾了 下面這條新聞 就比較嚴肅了 知名主播狗哥 在直播當中 遭遇到了驚魂一幕 他在日常直播夜跑的時候 突然斷播了 浩哥在這裡 我說實話 浩哥我真的現在 是不是比以前看起來 要講文明 懂你以貌 愛乾淨 是新風 你們不要說這 浩哥有一回 撞秋那個時候 你還記得我們那個時候 那幾天 哇他天天沒有早洗 我也不洗澡 我們多久沒洗澡 半個月一個月 也是夏天 也是夏天 我們兩個人不洗澡 好像有一個月吧 沒有沒有沒有 有嗎半個月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我們兩個人兩個禮拜不洗澡 還在他們玩著遊戲 勾著腳 都不出門 你們早是 當著你們講這個好嗎 沒有啊 很好啊 哎呦卡了 卡了 卡了他們沒聽到 趕緊吵一下 什麼鬼 你看千葉說的對 臭男人臭男人 不臭怎麼能叫男人 我都兩個三個星期 三個星期沒洗澡 我經歷都油壮 那叫什麼 騷女人 排練的時候 我根本睡覺的時間都 哎哎哎 等一下 幹嘛 好 而在第二天狗哥是再度現身 為我們講述了當晚的可怕經過 那我再重新跟你說一遍 就是我跑完夜跑了之後 突然有人搶走了手機 然後追打當中 我跑到了馬路的那邊 靠近江灘的位置 我準備攔一下 攔一輛出租車走掉 就是跑掉 然後別人強行把我從副架子這邊拿出來 然後我向路人尋求就是說報警 然後周圍人一群人為的 然後就相當於是 又來了將近快十個人 然後就毆打我 然後強行一輛圖灌車來了 要把我燒掉後備箱去 然後這時候呢 路人就有圍觀 我說要路人去報警 然後他們說就是要把我送警局 我說那你直接把警察叫過來 就是發現事情是東西不對 就求助 然後就一直被毆打 又被毆打了之後 驅車這邊行駛到了 江灘的另外的江漢官的後面靠江灘的那邊 靠江灘那邊在車子裡面 就強行拿出了一份東西 是一個欠條 說我欠他們十萬 然後要我往上面去簽字按手印 然後直到那個時候的全程 我就看到後來副駕駛又上來一個人 是我認識的一個某公司的一個人 浩哥那個時候 把他們其中有一個人 就是給制服了 送到了派出所 然後那時候就說 你們現在就找個人來換這個人 不然的話就怎麼樣 立刻要見我的人 然後這個時候才 這邊那個類似像 應該是幕後支持還是怎麼樣的人 就去了派出所這邊 然後也感謝派出所的人 然後這邊就說那我現在就要見到這個人 然後這個東西已經第一案了 比較簡單的說就是 我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那麼我平時也不會 我自己做直播也好 做人也好 我覺得沒有跟任何人結業 也沒有任何的什麼經濟糾紛 這個那樣的東西 沒有解決一說 直接就突然有人這樣把我架著 然後逼著寫什麼欠條 搞什麼樣的東西 小健姐想說 狗哥的經歷為我們提了個醒 大家在晚上出門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小心別被歹徒 違形了哦 最後小健姐來看一波 上期節目觀眾爸爸們的留言吧 網友吃飽了就睡說 小健姐你知不知道 康姐伊夫雷雅和天餐土豆結婚了 哎 你消息還挺靈通的嘛 沒錯 這兩位呢其實是在一個月之前 就已經秘密結婚了 在這裡呢小健姐也祝福他們婚後能夠 幸福美滿百年好和 網友虛擬萨拉雷說 笑笑是出櫃不是出軌 嗯說的對呀 這笑笑怎麼看 感覺都是個雞老啊 網友新匠方說 紅鼻子質量真的是挺好的 若蜂都能戴上還不會撐爆 這你就不知道了吧 蜂隊這個紅鼻子 可是他們專門在底特律定做的 三層金屬指甲保護 我告訴你 比杜蕾斯的工藝還精巧不少呢 本期八卦片到這裡就要結束了 希望各位爸媽們有臂撒臂 有焦頭焦 支持一下小健姐 如果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以上內容 歡迎關注我的微信公眾號 請小點鍵 這裡不僅有最新的主播八卦推送 還有眾多抽獎福利 如果你喜歡的主播 也有類似的八卦趣聞 歡迎大家錄製並投稿給我們 那我們下周再見 小健姐愛你唷 掰掰